最后果放 果是正果 心满 你的心呢圆满了 什么叫圆满 全放下了 见思烦恼全放下了 小果圆满了 小果是阿罗汉 脱离 刘达轮回 这是个果报 大的果报 要脱离 设法界 也就是 摆脱 阿赖耶这个妄想 这个妄想的给予 是起心动念 就是一年不久 不起心不动念 在哪里修 在生活当中修 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 睁开眼睛 看见思 学不起心不动念 听到一切声音 不起心不动念 常常想着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学 六根六成 没有一样是真的 能见能闻 六根 所见所闻 色神 相味 统统是假的 不要执着 一切岁月 你才能臣服 有执着 有偏爱 这就是 前面所说的 烦恼 吸气 太重了 我们自己什么时候 有进步呢 自己知道 自己清清楚楚 我不执着了 以前样样执着 现在随便了 以前一定要依自己的意思 现在可以随分众生了 看到什么都好了 到什么时候圆满呢 看到每个人都杀弥陀佛 都是祝佛如来 看到树木花草 山河大地 统统是 祝佛如来的发生 你就成佛了 成佛不要问人 那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山河于大地 全路发往生 什么时候 旧灾当下 我年轻的时候 非常之处 世间人 那是个善良 认真 父子 现在老了 桌子上 这么多东西 就老了 我在七十岁之前 不是这样的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无论什么人 你到我房间去看 每一样东西 放在一定的地方 真真净净 现在没有力气了 漫和随便了 住的地方 像洛书堆一样 看在这个心里想 老了 真老了 没有从前那么勤快了 以前勤快的人 一样东西没有放好 睡不着觉 一定要搞干净 搞真气 才能睡觉 现在修佛 马虎随便了 这个不是给人 做好榜样 做好榜样 要像我年轻那样 七十岁之前 我能做到 这个审理 逐渐逐渐的 不行 但是心地 一年比一年清净 能放下 能死掉了 所以读经 看经 越看越深入 越看越有味道 过去 过去所看的是表面的 现在能看透 能深入 所以我相信 古人那些方法 妙却绝了 这些老方法 现在人怎么比 都比不上 我这个境界 不能跟佛比 我这个境界 跟现在人家 讲不通 他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沉浸不够 真诚不够 恭敬不够 定功不够 咱们闲得浮躁 情绪不够 情绪不够 带着有点傲慢 所以 于 深深发脏 进不去 深深发脏 没障碍 障碍在自己这些毛病 你还有贪嗔之门 但是你自己要紧觉到 贪嗔痴慢 是三途的因 在佛法里头 搞贪嗔痴慢 国报是无间地狱 跟世间人不一样 世间人搞 贪嗔痴慢 国报则三途 特别是出家人 学佛的人 真正皈依三宝 学佛的人 修行地头 要搞自己 贪嗔痴 全是无间地狱 你说你多迷惑 多可怜 谁敢劝你 没人敢劝 为什么不能去 你不能接受 那要修佛一样 不如默然 往生前途 有一个能教的 要帮助他 佛事门中 不学一人 完全没有人能接受 走了 绝点没有留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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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